救護車趕到國道3號 現場所有車輛都塞成一團 只剩一線道可以通過 因為靠近分隔島 有好幾輛轎車發生擦撞 滿地都是車殼碎片 其中這輛黑色轎車 車頭嚴重毀損 不只擋風玻璃破洞 副駕車門也外翻 旁邊的銀色轎車 則是逆向被夾在中間 救人員用破壞工具 將黑車的駕駛救出來 但他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他一個人開車了 駕駛送醫搶救 宣告不治 七十九歲的簡姓男子 獨自開車前往宜蘭 中途遭遇橫貨 他的前友接到二號 焦急的趕到醫院 沒想到最後等到的是一具遺體 凌晨五點多 國道3號北向32公里處 發生死亡車禍 一共八人送醫 六人親生 另外兩名七十多歲的男子 搶救後宣告不治 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在上午十一點多 抵達醫院探視傷患的家屬 只是親友一大早 接到通知都很錯愕 只想知道錯愕到底怎麼發生 這篇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